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同修王德志国佑 和我们分享他的学过机会 六岁的女儿 从小情绪不稳 患有自闭症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 通过念经变小房子 女儿的自闭症完全改善了 变得活泼 清化 家情也重获幸福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谢有这个发言的机会 我是王德志 来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我本身原本是很理性 很强调科学思维的人 我凡事都希望有证据 有证明 我才可以相信某一些事情 不过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一些事情 我现在改变了我的信念 我现在相信了万幸菩萨 相信了心灵坡 我本身有一个有情绪障碍的女儿 现在十五岁 她从小就很难照顾 一直哭闹 喊 发脾气 饥荒天天都是这样子 经常落到这样的情绪很是紧张 有一天 我的菜太跟我说 我们的这个两岁半的女儿 好像有自闭的症状 我第一时间马上反对 因为我觉得一个小孩子还小 不能马上贴上标签 她长大以后一定会改善的 一年后三岁半情绪没有改善 还变本加异更严重了 于是我们带她去看 去做专业的评估 结果我得到答案是 我的女儿很敏感 有自闭的倾向 这一刻我终于接受了事实 于是给她开始做专业的治疗 我们总共用了三年的时间 给她做这个专业的疗程 类似物理治疗 结果她的肢体上 四肢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 不过情绪并没有太多的改善 还是在家里跳喊发脾气 哭闹 连她弟弟都不敢靠近她 因为她叫起来实在是太吓人 所以常常吓到弟弟也哭了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很是难过 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才好 在这段治疗的期间 甚至有任何医生 建议我们给女儿吃一种 被严厉管控的药物 称为利他能 英文叫做利他能 她是一种控制脑中区 脑中区神经系统的药物 她是给自闭症和过动 而孩子吃下去后 用来安稳情绪的 可是我们并不敢用这个药物 因为她会带来很不好的副作用 比如说当你服用这种药物之后 它会让你没有胃口 所以你必须再吃另外一种药 来让你有胃口 还有呢就是会让服用者 精神上很呆泻 变得呆呆的 再来呢就是 随着你吃这个药物的时间延长 它会渐渐失去效用 所以你必须再吃更多的药量 来让你产生作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药物之后 我的太太马上把这个药物丢进垃圾桶 我们不想用这个方式 解决孩子的问题 其实我太太每天照顾两个孩子 一整天下来已经很疲累了 但是要加上一直要去照顾 女儿很不稳定的情绪 一直哭闹发脾气的情绪问题 让她天天被感压抑不足 在这个长期的压抑下 她常常觉得想要崩溃 常常晚上睡不着 莫名其妙哭泣 好几次她都是跪在佛台前 向观世音菩萨求助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相信是因为一位母亲的通苦和无奈 让大致大悲观世音菩萨 听到了我太太的求助声 接下来我的太太在报纸上看到 吉隆坡炉台长来办法会的广告 当她看到炉台长的照片时 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以及信赖感 在心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很巧 两天后 有一个朋友给了我们一本领路台长的书 叫做图腾世界 已经给了我们一张入门票 就因为这样 我一个人去参加了法会 当时我个人只是对于领路台长 看图腾的能力 觉得很神奇 但是并没有太多了解 关系菩萨心理法门 也不觉得 这个心理法门会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去年这个吉隆坡的法会 上半场我听完就离开现场了 当天我还回头看 我带着领路台长的书籍 我还回头望向现场 我想我应该是不会再回来的 结果还是在这里发言 回去看了领路台长的书籍之后 去年2011年11月 我的太太开始念经 三天后她就碰到过世的亲人 这使她更加的相信 心理法门真的很灵 而我没有开始念经 因为我带着半性关系的态度 直到有一次我的太太去了观音堂 找了一位师姐 把我女儿的问题 全部告诉了之前 师姐唯应说 你女儿的问题 肯定身上有灵性 所以必须念小黄子解决 所以我是基于这个情况下 才念经的 师姐建议我们 第一波先念21张 不过到了发院当天 师姐觉得我的问题实在太严重 所以改成的话 说不如你们念49张吧 所以我和我的太太在 观音菩萨面前发院 说 呃 我们会以女儿的一子现身做法 救度更多有缘重生 然后念49张小黄子 给我女儿身上的药镜子 当天发院完毕 呃 就开车去医院 在我 放学的女儿 车一停下 我太太把我女儿 带上车的那一扇那 我的女儿 问了我一句话 她说 她带着疑问的口气问我 很清楚的 她看着我 她说 啊 你要念49张小黄子 我立刻和我的太太对望 我看着她 我不知道是谁告诉她这个事情的 顿时 整辆车里安静下来 我和我太太对望 我又和我女儿对望 大家忘来忘去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突然间我们理会到了 明白了 是我女儿身上的灵性 跟我们讲话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虽然脸上不动声色 不过心里 感受到发现真的很灵 菩萨真的很慈悲 她给了我这个科学思维的人 凡是想要证据的人 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我女儿身上真的有灵性 就因为女儿身上 给我的这一句话 让原来半信半疑的我 以及往后 我所感应到种种的感应 都让我更确信 有另外一个空间的存在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给女儿的邀请者 练了55张的小房子 很明显 过后我看到我女儿 跟弟弟可以玩在一起 手牵手 这是以往很少有的事情 我们也开心了一阵子 但是接下来日子 她的情绪 还是恢复到以往的那样子 有所起伏 我们也不知所受 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就在今年2012年4月 马来西亚最畅销的杂志 风采 要用连线的方式 跟卢太长 进行岳阳采访 在采访的前一天 我有了经验 我知道菩萨很灵 我再回到观音堂 我跟菩萨求多一次 我说菩萨 请你让我明天 在卢太长采访过后 再给我看图腾好吗 因为卢太长的电话实在很难打 所以我用了这个方式 结果采访过后 只被卢太长破例 给我女儿看了图腾 她说我女儿身上有一个灵性 是一个打胎的孩子 现在在我女儿的脑子里 所以她会有自闭症 当她这句话讲完 全场所有在场的同修 集体股障 因为卢太长实在太准了 一下子就讲述我女儿的问题所在 而且说我女儿脑中的灵性 是我母亲曾经打胎的孩子 还形容我母亲的外貌 特征 台长还一语道破我女儿的脾气 很绝不听我们的话 事实的确如此 台长给一指示后 要我们给女儿先念17张小王子 就会看到很明显的感应 然后再念375张 就会解决她的问题了 但是因为这个灵性在我女儿身上很久了 所以即使念完也不能马上痊愈 所以必须等她慢慢慢慢的恢复 不过台长已经觉得我的女儿 会越来越好 因为已经看到我女儿未来很活泼的样子了 看到图腾之后 我内心踏实很多 我和我太太已经看到了光明 隔天我们下了决心 停止了我们做了三年的女儿的疗程 因为也是因为一件事情 专门提供给我女儿这个疗程的院长 其实告诉了我们一句话说 其实你的女儿好不了了 虽然你们做了三年的这个疗程 但是因为情绪障碍是终其一生 你做下去只能保持maintain而已 根本好不了 这个问题是跟着一生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跌到了谷底 也不知所措 但是因为如台长给了我们这么明确的指示 我们下定决心 停了那个疗程 专心在家念小房子 而且我们决定一定要在 今年法会之前 念完 台长给指示的小房子 但是因为过去的经验 我们用了两个月 才念了55张 对于这次台长给的数量 我有一点信心不足 所以我的个性回来了 我又跑去问 我又请求观星菩萨多一次 这是第三次 我请求观星菩萨 给我在法会现身说法之前 一定要念完 台长所指示的小房子数量 很感谢观星菩萨第三次 我和我太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终于给女儿念完了394张的小房子 一切就如台长所料 我女儿情况越来越好 她心里头破越来越多笑容 姐姐弟弟可以玩在一起 家里少了很多吵闹声 多了很多欢笑声 最明显的一个发现 是我女儿经常无疑是 男男之以的行为消失了 看到她好转 我和我太太心里很高兴 天天都很感激观星菩萨 所以最后 我再次感谢大志大悲观星菩萨 感谢慈悲路台长 以及感谢生命法门 协助过我们的同修们 我发愿一定会做更多功德 救度更多友人众生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